桃园市周姓南撞上宾市车,对方索赔修理费41万元,法官判打五折。 图联合报细资料照片 分享陈姓南子在父亲过世后,自称父亲甘年前亲笔写下财产不给二个哥哥,陈母作证不知道也没看过丈夫遗书,法官判哥哥有继承权。 桃园地院调查,陈姓南子因毒品等暗数度进出监狱,父亲在二年多前过世,留下千万房产。 他自称父亲甘多年前气愤被他的二个哥哥打骂,亲笔写下我养了二个不孝,当住打我和骂我,如果我过世,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都不给他们。 他拿住父亲遗书,声称是为实现父亲不让二个哥哥分产医院,法院审理时,陈的二个哥哥表示,弟弟多次进出监狱,从未孝顺父母,根本没听说父亲留纸条不让他们分产的事。 写弟弟所称的父亲遗书是甘八年前的事,当时他们都未满甘岁,或许有顶撞父亲,但绝无打骂,长大后都有赚钱奉养父亲,彼此相处融洽,父亲从未说出不让继承的事。 陈母作证表示,不知道也没看过丈夫生前有写过这种遗书,自己也不像丈夫的,也没听丈夫说过死后遗产不给那个儿子。 反而是丈夫生前看电视播报菲律宾总统都特地强势扫读新闻师曾说,如果有人吸毒,一毛钱也不给他,虽没说出姓名,但三个儿子中只有小儿子吸毒。 法官以陈南提出的父亲遗书无法证明真伪,也难以证明二个哥哥对父亲有忤逆不孝,让父亲痛心疾首的行为,盼二个哥哥有继承权。